一名男子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被工作人員架著準備出場 沒想到他卻突然刪了工作人員一巴掌 還揮拳打人 超級失控 攔也攔不住 一下大自行堂地 一下站起來熱舞 衝到人群旁邊 褲子卻掉了下來 拖鞋行為不斷 和一旁陶醉聽歌的粉絲 形成強烈對比 失控的歌名就是有出現 比較大動作的丟水瓶跟丟手機 然後可能就是在地板上打滾跳舞 然後等 可能動作比較大就影響到歌迷 男子隨後被工作人員帶走 8號晚上高雄試運主場館 火星人布魯諾的演唱會 一名29歲蔡姓男子疑似酒後失控 在搖滾區大鬧影響到一旁歌迷 還害得一名工作人員頭部 被打出大約兩公分的撕裂傷 現場人員算還滿機靈的 有把這個場面給控制住 沒有讓更危害的事情 跟擴大發生 依傷害罪現行犯逮捕 公民令提出公男五路告訴 一併移請橋頭地檢署偵辦 戴上手銬冷靜的走上警車 隔天早上蔡姓男子被警方移送偵辦 和演唱會時大鬧的樣子截然不同 酒後的脫序行為不只讓自己出糗 這下還得持上官司實在是得不償失 火星人布鲁諾連續兩天的演唱會落幕 吸引總共15.7萬歌迷湧入高雄 高捷疏運超過53萬人潮 高鐵和台鐵的接駁車也發出469車次 疏散一萬八千多人 成功為高雄帶來一波觀光前潮 TVBS新聞力戰勝徐一敦高雄報導